大家好,我是未来资产环球投资香港ETF基金经理孙心仪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的是如何让闲置资金实现被动收入 那么我会分几个不同的主题来和大家讨论 首先可能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未来资产环球投资 我们总的资产管理规模有2000多亿 然后在全球20个地方有办事处 我们主要的业务是给投资人提供超越频繁的ETF解决方案 那么全球我们有超过530只的ETF ETF资产管理总额达到100亿美元 首先呢我和大家聊一下当前的宏观经济的趋势和前景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中看到 从和一季度就是三月底的数据相比这个橘黄色的线 还有这个六月份的这个深蓝色的线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美国国债不同年期的这个收益率的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六月份的曲线 相比三月份的曲线又向上移动了大约50个basis points 那么这个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还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同时这个橙色的这个柱状图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这个期货交易的价格预测 美联储在2023年底减息的概率还是非常的小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图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些指数 我们这个叫花旗经济情况惊喜指数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指数如果越高就表示这个经济情况越好 然后给大家带来越大的惊喜 那如果是越小就是这边到这个负值的情况下 就是说这个经济就是出奇的差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的这个指数的表现 就不管是全球美国这个还是中国 都是在这个零的上下左右 所以其实表示就是大多数市场的经济情况呢 是和我们这个经济学家 或者这个市场上交易的人的预测是非常一致的 然后右边这个是美国通胀情况的指数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胀可能不会有特别高的情况 其实是也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其实也是在一个慢慢下降的情况下 那么包括今天早上出的这个美国PMI的数据 也是是52 那么和大家的这个上一次看到的这个53.2也是有所下降 那我们在下一张图呢 也是分析了这个这个重要的一些通胀数据的来源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虽然这个百分比是在有很大的波动 有时候看到下降很低 有时候上升 那么其实这个波动经过分析很大的一部分呢 是由于这个公用事业产值 那么其实这个制造业产值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一个慢慢萎缩的状态 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在展示说明 这个美国它这个经济衰退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那在当前这个一个是美国收益率非常高 然后通胀慢慢下降 然后又有这个经济衰退的这个前景 这么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美国国债 还有美国美元存款的这个收益率曲线上 能够看到大家对这个经济情况的解读 以及一个前景的预判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端就是靠左边这一端 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高 那就表示现在短端的这个两年以下 或者说这一年以下的这个收益率是非常可观的 都是在5%以上 那么这个比较长期的这个两年以上这个右边 反而会比这个两年以下的这个断曲线很低 那么就是说明大家对这个经济有一个 对经济衰退有这样一个预测 那么在这样一个宏观环境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管理我们自己的投资组合呢 其实我们从一些比如说蓬勃的数据 左边这张图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这个60-40的组合 和我们这个六个月美债的收益率相比 这个曲线表示是60-40组合的收益率减去六个月美债的收益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曲线是在2001年以前 2001年以后呢都是在非常正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到了今年以来这个收益率开始慢慢下降 然后甚至到了零以下那个位置 它是说明这个持有现金的策略 从2001年以来第一次打败了这个60-40的组合策略 那么右边这边是彭博做的一个投资者的一个调查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上面的这个我们说的专业投资者 还是下面的这个零售投资者 都有超过60%以上的人认为 持有现金会给这个投资组合带来正收益 所以在这个市场环境情况下 尤其是各个市场都是还是非常波动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认为这个持有现金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那么从这个货币市场基金的净流入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到2023年这一年有非常多的资金是流入到这个货币市场基金里面 那么大家都是在这个波动的市场下处于一个这个观望的状态 同时其实货币市场基金现在也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收益率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货币市场基金的这个总的市值已经超过了5万亿美元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这个今天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管理限制资金有哪些不同的方法 其实主要是我们有这三种方法 定期存款 货币市场基金 短期债券基金 那么定期存款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了解 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固定期限 然后固定利率 就是当你存款的时候 你就能够知道自己到期的时候取出来能够收到多少的利息 那么它同时它也可以就是自己选择 就是你可能对哪几家银行就是比较了解 或者自己想和什么样的银行开户 那可以自己选择做存款的这个银行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如果你在这个 比如说你存这个一个月的存款 那么你突然在就是还差两星期到期的时候 你突然有使用资金的需求 那你提早赎回可能就会有相应的利息损失 甚至有一些银行呢可能会收一些罚金 同时这个较长期限的定期存款 比如说一年的定期存款 在现在这个加息的情况下 其实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现在这个时点 我们存一个六个月的定存 相比等到加息完 假设七月份 我们可能预计会加息大概25个Business Points 那么我们在这个七月份加息完 其实这个存款收益率也是会再上行25个BP 那其实那个时候再做存款就会比现在这个时点做存款更高 所以说在一个利息加息的环境下 我们是不建议做更长期限的存款 那可能大家也可以在跟银行的报价上可以看到 现在其实一到六个月存款的利息相对于六到十二个月的利息有时候还是更加高一点 那么下一个工具呢就是之前也提到的这个货币市场基金 那它的特点呢就是通常它是零到两天的这个流动性 那比如说你想你今天买了这个货币市场基金 那下个星期突然有这个资金使用的需求 那你其实就可以随时把这个货币市场基金赎回 然后就把这个基金运用到你需要用的地方 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底层的资产是非常多元化的 然后流动性也很高 相对于比如说定期存款 可能你是跟一家或者是甚至是五家银行做存款 那通常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货币市场基金底层都会有超过十个不同的底层的资产 那相对于定期存款呢它的流动性也是更加高的 货币市场基金因为它这个97是非常短的 它比如说像我们在香港这个SFC认可的货币市场基金 它有规定这个平均的到期期限是60天 因为这个比较短的这个到期期限呢 它的基金净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稳定 接下来一个工具想要介绍的就是这个短期的债券基金 那短期的债券基金通常流动性也是比较好 你想要一到两天内把这个基金赎回也是可以达到的 相对于货币市场基金来说 短期的债券基金它通常的97会比较长一些 然后它的底层资产会更加的分散 会投资于不同各种各样的短期债券 那这个债券的期限呢通常是0到5年的这个范围 那因为它的这个97相对来说也是长一些 所以它会提供更加高一点的收益 但是它的基金净值的波动性呢就可能会比较高 那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利率还是比较波动的情况下 它因为它的高97 所以它的这个收益率基金净值的波动呢 就相应来说会比较高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深入的了解一下 这个我们讲了很多遍的这个货币市场基金 我们说货币市场基金呢 它到底是什么呢 是怎么样运作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来看到 首先呢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投资者 不管是专业投资人呢 还是零售投资人 或者是一些企业啊公司 他们来把这个资金投入到这个货币市场基金里面 通过购买上市的份额呀 或者是通过银行基金公司来购买这个非上市的份额 那么这个货币市场基金呢 就把投资人的钱集中到这一个资金池里面 然后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就将这个资金投到不同的货币市场工具里 那么有非常多种的货币市场工具可以选择 就包括这个定期的存款 活期的存款 也有大额的存单 或者是短期的正负债 那这些是比较常见的 另外还有一些不是很常见的 可能是商业的成堆汇票呀 然后短期的企业债 这一些都是货币市场工具 它定期呢 就会把这个利息分给这个货币市场基金 到期的时候会把本金再还给这个货币市场基金里面 那货币市场基金就会定期把这个利息分给投资人 或者是当投资人想要赎回的时候 这个货币市场基金就会把这个钱还给到投资者这边 那接下来也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货币市场基金经理是怎么样构建这个投资组合 分这样几步 首先呢 我们会进行这个组合期限的决策 我们会结合这个客户的需求 比如说客户是对流动性要求很高的 那么相对应的这个期限呢 就会短一些 那如果客户需求流动性 对这个流动性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 那我们相对应的这个组合期限 可能就可以拉长一些 同时我们也需要结合这个短期的利率观点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下半年可能美联储减息的概率非常的小 但是24年初可能会有这个减息的概率 那么我们可能底层的这个工具 我们就会选择到这个23年底的这个位置 甚至如果我们预测24年初会减息 那么我们会将这个资产拉长一点 就从现在就锁定这个比较高的利率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工具的到期期限 目标定在这个24年 比如说3月份或者6月份这个位置 接下来第二步呢 我们会做的是这个优化资产组合 那是从这样几个方面做 一个是收益率增强 那我们会选择一些 大约从组合中5%到10%的部分 我们会寻找一些能够增强这个 组合收益率的一些工具 第二个呢是交易对手方网络 因为其实这个货币市场的这个工具 不是像股票那样就是可以在交易所上面交易 然后流动性非常好 我们需要和不同的银行呀券商建立 这个对手方的关系 然后和他们去寻找 然后购买这个货币市场工具 那我们通过电子化的这个交易平台 然后通过扩大我们这个交易对手方的网络 我们有更多不同的交易对手方 可以来找到更好的这个货币市场工具 第三步呢我们是要构建组合的流动性 那么像前面说到我们有一个目标的 我们这个组合期限 那么会根据这个客户需求组合期限 我们来设定一个这个组合目标的流动性 同时这个流动性呢也要符合监管的要求 那第三步呢就是相应的选择这个底层资产 我们会通过信用分析 对这个工具的流动性分析 还有交易执行的分析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买这个工具的时候 要花多少的成本去买这个工具 那会不会还是就是买这个工具 可能有两个相同类似的工具 我们可能会比较一下买哪一个工具 更加符合我们这个投资组合 哪一个交易成本更加低 最后一步呢我们做的就是最终审核一下 我们这个投资组合 我们会整体的再审查一下这个投资组合 是不是符合我们之前提到的几个要求 是不是符合这个流动性 信用分析的这个要求 同时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通过我们这个合规和风险部门的核查 那要确定我们这个整个组合都是符合监管的要求 同时这个符合我们内部的这个风险管理的要求 那这样最后一步做完之后呢 我们才是成功的构建了这个货币市场基金的这个投资组合 那这边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下 我们这个货币市场基金的三大特点 它货币市场基金它是通过这个主动管理 多元化这个底层的投资 底层资产来达到这三个投资的目标 一个就是资本保值 通过集中在那些就是具有低风险的投资工具里面 来寻求我们这个本金最大化安全和稳定的投资目标 第二个呢就是流动性 货币市场基金要给投资人提供每日的这个流动性 同时要有充足的流动性 当投资人需要申购或者赎回货币市场基金的时候 都能够满足投资人的这个要求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收益率 那在投资准则这个合规要求下 我们需要最大化投资组合的收益率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看看有没有在线的朋友 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